为了备战今年的杭州亚运会 中国柔术队在2月中旬刚刚组建 在杭州集训了两周后 就来到了曼谷参加亚洲锦标赛 昨天进行的女子负52公斤级 请记柔术比赛 中国队的苗杰连胜5场闯入了决赛 决赛中她的对手是来自菲律宾的一名老将 比赛经验丰富 请记柔术比赛全场5分钟 比赛双方在电子上缠斗 通过有效动作得分 或者使用降服技术终结对手 从而获得最终胜利 比赛中 菲律宾选手试图抓住机会 使用一个有效进攻动作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根据比赛规则 裁判判给了她一个优势分 这也是苗杰最终落败的原因 尽管苗杰最终只获得了一枚银牌 但这也是中国柔术队 在本次亚锦赛上获得的最好成绩 之前鼻子骨折了 然后休息了三个月 然后体重往上涨了很多 然后所以这次比赛呢 我是长了20斤 然后捡了20斤来参加这次比赛 所以最后一场 其实我已经是打不动了 腿有点软了 然后所以我觉得 和比赛只错失了一点小分 所以接下来的比赛 我是